这只是第一步 他们绝不会放过你 妈的话你要相信 妈 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了 您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 这么多年了 我不爱提起过去 就怕有这么一天 你跟那个孽容太像那个老父子滚蛋了 你怎么就不像妈 你要像妈 也不会有今天 妈 您现在还说这个干什么 我是她的容我能不像她吗 也正是因为这个 我才要报复他们 我要让他们自食其果 你现在已经被人家攥在手心里了 你报复谁呀 你这是在报复你妈呀 妈 小费 你让我救你 我怎么救你呀我的儿子 你想过没有 妈哪有这份能力 你是让我求她吗 不 妈 她可以制造阴谋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再坏的人也会有弱点 我就不信我抓不住她的七寸 少费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过 是什么事您快说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这女孩子她来找过我 找过您 对 她叫什么名字 无力 你先别上班了 去饭店住进去 下班我去陪你 不必了 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一句话都不说 你想什么的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洗死我 我在想 吴力为什么死得这么惨 她是因为我才走上了这条绝路 她到此都没有看到深渊的那一天 难道这一切不都是因为我吗 吴家 你放了 走 三心 吴力长得太漂亮了 也就是这个漂亮把她给毁了 那她为什么要来找您呢 不服明白 咽不下这口气 结果最后反而把这口气送给了人家 你不也是这样吗 妈您就赶紧说吧 吴力是在做出国服装的一家公司里工作 听她说 葛珊本去订做服装 一眼就看上她了 葛珊本长得帅 有男人的魅力 又有钱 很快俩人就好了 吴力也爱上了葛珊本 并且为了葛珊本 她离了婚 离婚之后 非要让葛珊本娶她 葛珊本一听这个 非常冷酷的聚解了她 并且以后再也没有来往 她说她的婚礼 她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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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说现在正闹离婚还长不着茬呢 她还劝她 让她联合我 去市委去闹去 把我的情况和地址都告诉了吴力 吴力当时都乐婚了头 她还真找到我了 进来就劝我 让我跟她一起到市委去闹 控告葛珊本 道德败坏 我没同意 整个一晚上她拼命地劝我 我一点也没同意 她失望了 她要走 当时那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了 我想留下她 她好像受了刺激 精神欢呼的 说什么也得走 我不放心我也跟了出去 走完没有十几分钟 就看对面开了一辆车 冲她开过来 吓了一个小伙子 冲她捅了几刀就走了 吓得我回来打了个报警电话 打那儿啊 再也没看见吴力 可能她早就死了 难道这件事就没有别的人知道吗 反正她说别人不知道 一想啊 过去葛珊本跟她好的时候 哄着她 她能说吗 后来翻了脸 又不来往了 她一个女孩子家 能去四处张扬吗 吴力多大了 看着好像三十多岁 我也没问她多大岁数 我知道她是谁了 她应该还没死 想当初吴力被打一后 一下昏迷了三个月 你是尽心尽力地伺候她 这一会儿四年多了 你也算尽了姐妹之情吧 你怎么会总觉得你对不起她呢 因为是我害了她 我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想起过去 想起吴力昏迷三个月后清醒的那一天 我为了安慰她 满心欢喜地告诉她 医药费是你出的时候 她当场就昏过去了 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是你们害了她 你父亲害了她 你又救了她 你们想拿钱拿我这个人来堵住吴力的嘴 你太不降临了啊 有你这么联想的吗 在你眼里我所有的善举都是为了制造阴谋 那应该怎么着 难道我们眼瞅着吴力明前之变 你死在医院里你才满意 钱是你们花的 可这些钱救了吴力的命吗 没有 只是让她在痛苦和绝望的深渊中 她们苦苦挣扎了四年 她为了我 咽下了所有的屈辱 连选择死亡的权利都苦苦权衡了四年 这四年 我们姐妹所经历的苦难 足够堵死我们几百回的 可她还是扔着我走了 我现在才明白 我出卖自己换来的东西 就是让她最终决定 选择自己死亡的决心 你为什么要这样侮辱自己 什么出卖不出卖 你这么说是玷污你我之间的感情 我在正中其实跟你说一次 爱我 你在占颜我的时候你问过我是否爱你吗 我这种有什么权利想爱谁就爱谁 谁给你这种特权呢 好吧 就今天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在死去屋里的份儿上 你跟我說起心裡話 你到底愛不愛好 嗯 喂 喂 喂 請問那吳娟什麼時候回來 他的手機一直沒開機 我找他有急事 他現在是個人新冠軍 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可是滴水为劲的 吃点吧 就算我求你了 以前的那些老账咱们翻过去 行不行 你能不能心平气和地想一想 那屋里就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 就算他把跟我父亲的关系 告到公安局又能怎么样 没有证据谁敢告我父亲 你也知道我继母的家族事 他们家在国外的经济地位 在世界华人里边都可以排一排 先不说是不是他顾熊杀的人 就算是他顾的 恐怕他把一切都安排好 你们告他又能怎么样 恐怕吴丽早因为没钱治疗 离你而去了吧 反正那样你就不痛苦吗 我记得那个猜你 拿一切都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我信 我信 有一次林志纯来 跟你说凶手抓到 后来咱没信了 你怎么知道 这是在兰海 我是小姐 什么事能瞒得了我的 官方 官局既然抓到了凶手 就算破案了 有我们家的事吗 你也知道 因为无力挨打的事 我父亲差点和我继母离婚 你为什么老是往你继母身上联想 为什么不说说你父亲 难道不是你父亲雇的人吗 梧娟 你还想怎么逼我 要不然你说什么我按个手印 你交给林志春得了 如果是我父亲想杀无力的话 那为什么还把你安排在我的公司里 把那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 财务命满 这正是因为这个 你们堵住了我和无力的嘴 用二十多万元的医药费 就买走了我的青春 你反过来想想行不行 无力被打的时候 早就因为矿工被单位辞退了 没有人给他除医药费 如果我们不管他 他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了吗 我们花那么多钱救他 一 是因为我父亲心怀愧疚 二 是因为我对你有感情 请你不要说得那么直白 否则我更觉得自己不仅恶定 还是个衣冠琴手 感情这种东西啊 是任何规范和原则所不能限制 你何必把自己说得如此难堪 公平地说 这件事有可能是我嫉妒办的 女人的嫉妒心是很可怕的 可是这跟我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我有什么必要 非要花二十多万医药费 来得到你 我可以用四十万八十万 一百万两百万 难道买不来你的心 你心里很清楚 你买不来 你要执意这样 我觉得你给我一种危险 什么危险 不会是让我告诉你 赫赫有名的郑海公司 只是图有其表 外强中干 已经快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了吧 哥哥 小小 你是个神秘人物 金宝处的信息已经反馈过来了 葛振海在银行的贷款总额 已经达到了一亿元 但他在各地的投资 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好 严格地讲 他现在是在打肿脸充胖子 实际是外强中干 你的意思是他有点资不抵债了 对 新货不是搞得挺火的吗 葛振海现在就靠这个给他撑门面了 那个台湾老板到处在做报告 老百姓也都在盲目地往里边投钱 这咱们就没办法了 人家有全套的合法手续 见不到最后的结果 怀疑是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的 不过志春 如果葛振海的情况是这样的话 这一串案子倒是能从葛振海身上 找到合理的地方 还记得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 那个趁乱取胜的可能吗 你要注意了 还不能打吐惊蛇 领会的还挺深刻 大姐 我想再去找找萧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是我们被他们发现了 一个带头拿着枪 一个带头拿着刀 冲着我们这场就去 大柯 接着说 你听得真过瘾呢 张护士 您也多点听量 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您还没好利索 别想这些心惊肉跳的故事 跟着自己一块激动 您要是不听呢 我就打电话给王局长 我在公安局 当了一辈子的兵 被人领导冠了 别看小赵同志的年纪小 他可是我们局长 派来领导我的 是 服从命令 这就对了 您看看 您看看 又高了吧 您还不好好歇着呢 你的真话和假话 经常穿在一起的 谁知道你这次是真是假呀 要是连你都分辨不出真假 那我就太绝望了 我谅你呀 也不敢不回来 我知道 我要是赶不回来 就得看着你帮他 跟小蕾贴的通缉病整容 这倒是句真话 这个世界就这么奇怪 有人爱天使爱雷锋 又有人爱妖魔爱鬼怪 虽然只有三四天了 咱们可是在钢丝绳上跳芭蕾 稍有不胜的话 底下肯定是万丈深渊了 你我是天作之河 而你就是我在这条钢丝绳上的安全带 等丁小雷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 咱们就真的在大西洋底 畅游皇宫的 小小这次可是被害惨了 她现在连哭都找不到坟头了 你不觉得姐恨吗 并不 为什么 在我接触过的女孩子里 萧萧是唯一一个让我佩服的 那你怎么解释 她非要跟李超飞在一起呢 不知道 萧萧可是一个真正的神秘人物 萧萧 萧萧 欢迎你们 勇士 怎么了 怎么了 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吧 关电话是发什么疯了 哎 陈警官 我发现你每次说的都沾边 我刚从一个类似于精神病院的地方回来 猜不着吧 解毒所 你去那干嘛 嗨 我不敢吸毒还不敢闻味吗 找灵感着呢 请吧 知道我们干什么找你来了吗 我一听萧萧说你们找我 就赶紧打电话通知你们了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不瞒你说 我当初还真有过这个念头 干嘛又回来了 也是一个念头 李超飞把你花钱雇人作伪证都揭穿了 哎 那真是太遗憾了 我就是因为她才花了那么多的钱 你什么意思啊 嗨 我不就是希望你们找不到我跟范颖来往的证人吗 我知道你们一旦知道了会毫不留情的告诉李超飞 那我何必多个仇人呢 其实啊 从我认识范颖那天起 我们就一直没断来往 只是她说 她帮李超飞拉了不少生意 李超飞还该她一笔钱没给 如果分手的话 怕李超飞不赞账 嗨 谁知道是真是假的 好 来 喝 那你就甘心拉皮条啊 哎 丁小蕾 你这话可有点侮辱的性质了 如果 萧萧跟李超飞在一起 难道你就不爱她了吗 哎 好好好 我没志气 行了吧 我 我就爱那妖怪 我为她祥助了 行了吧 其实啊 我觉得你们这案子现在就差一步了 关键是 看我干嘛 关键是什么呀 关键是你们别总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 马上 bush 你从哪翻出来的呀 我也是收拾东西 发现吴娟姐正在看那本书里加着这个 我就赶紧打电话告诉你 你快走吧 我得赶紧告诉吴娟姐 行 你千万别说我看过啊 嗯 小心点啊 你别小心点啊 嗯 诶 这不是赵晴吗 你喊着她呀 是不是找你来了 算了吧 昨天我在医院一眼就看出了这姑娘 性格挺开朗的 有点没期没费的觉 你观察还挺仔细的 当然了 做生意的 连人都看不准 那不是自己给自己下马骑吗 吴娟 要不然把她叫过来陪陪你 跟你聊聊天散散心 你一定会好一些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在你的眼里别人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一切都要服从你的想法 不管你的想法有多么不可思议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人家有时间还要陪男朋友的 他男朋友你认识 丁晓雷的搭档 去公司调查股市资金案的小栓子 是你给我打电话 对 有事吗 我刚才收拾东西 在你看的书里发现了这个 亲爱的妹妹 有事的搭档 你没关系 我没关系 你能懂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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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赵晴来过 flavor 很吹 谨但 呀 你 不能松下 加 江 你不能提 你就不犯其中有诈吗 他是我奶奶 咱们假设一下 如果你中了埋伏怎么办 不用假设 这你应该放心 我不放心 就算是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那你说死人会说话吗 你那么自信 我既然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你就应该相信我 好吧 我不再勉强 我知道你是怕我坏了你的大事 大哥你多虑了 我大青瓜九死一生 如果我连自个儿都能算下金钱 那么我对你来说也就是废伍一个 放心吧 我总不能拿着自个儿的命去开玩笑吧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大哥 一个杀了警察的人 还有万一吗 没有 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我帮你记住 不就是还有三天吗 再坚持三天 把那个李少飞 做成你满意的结果 我就用不着东躲西藏了 还有一件事 我已经找到了那个让你和你奶奶暴露的人 我刚刚从吴坚家一回来就看见葛振海 送吴坚回家 你们说有多强 你怎么老是这么冒冒实实的 就没必要去 让你表妹在电话里给你念一遍不就完了吗 他读给我听 笨笨呵呵的 我还怕他读错了呢 再说去了又怎么了 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再说了 那吴坚在信上写的 管外抹角一大堆 只有吴坚能看得懂 你说 那信上写的什么真正爱你的人 是不是林队长啊 可人家林队长 是和小爱好着呢 吴坚知道了 肯定后悔死了 那就只能怪他活该了 谁让他爱慕钱财呢 看你说话那解恨那劲 人家萧萧和他的性质不一样 说你没脑子你还真是啊 怎么老忘了你晓得更出错啊 你说这话给我更没脑子 我那人就你 行了行了行了 我没脑子行了吧 还让不让人吃顿踏实饭了 呦 真生气了 别不高兴啊 您要是不高兴的话 我这还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呢 赶紧我说完了 您一会儿不痛且得了 你说 您听我可能去不了你们家了 队长特有任务了 让我们俩待命 你说什么呢 我妈好像今天把东西全买齐了 你不去 不白买了吗 怎么办啊 你就帮我想想办法 要不 我跟林队说说 替你请个假 队长说那事的时候 表情那么严肃 还要再重申 不让咱们请假 算了 我还是不去 找个警察 真倒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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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怎么办 我这是 你去银行办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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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小雷帽 萧萧 你在哪儿 我必须马上见到你 好 我马上就到 萧萧找咱们 这说不定是好事 但愿吧 银行办 sem 担访 摆 咱们再来两瓶啤酒 哎 小蓝 咱们咱们别喝了 好 要是喝晕了的话 萧萧的要怎么跟你谈呀 那行 那就来两瓶控泉水 一瓶给萧萧 好嘞 いい 好 嗨 哟 来了 这么快 喝水 小雷听说你来啊 赶紧让我给你买水喝 我来吧 谢谢啊 不是 我 所以我 每次都可以 Ricky 很好 和你 你 我 我 乖 我 王 记得? 我想起来了,我是去办过一次。 在哪? 就是在建设大街的那个银行。 不跟我走到门口又没进去办。 为什么? 小雷,你记得那天长林街油电锁被抢吗? 记得? 在那天晚上我还跟你说我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对。 在去办卡的路上我还给你打过电话。 当时你说你们那发生了几起案子,结果没跟我说几句你就挂了。 我问你什么案子,你说盗窃抢劫还有海边女士什么的,我的梦都应验了。 这些话你都记得吧? 记得。 你知道当时说这话时候是几点吗? 嗯,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上午。 我给你打完电话就往银行门口走。 在门口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拿着包的民工。 因为当时我正好在想事,所以就差点跟他撞上了。 我还问了他一句,你想什么呢? 我还呢? 后来当他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那个奇怪的声音。 就是那句,警察未必有你聪明。 一下子就在我耳边想起来了。 我当时就一门心思的去电台查录音。 所以我根本也没有进银行,也没有去办卡。 。 你到电台是几点? 嗯,这个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上午。 有人证明吗? 没有。 小小,你这等于没说。 哎,山子,你告诉我,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呀? 到底对我有什么不利的证据? 你们必须告诉我。 你被银行门口的监控录像录下来了,但你有没有进银行的记录。 你知道你在门口碰到的那个民工是谁吗? 他就是取走了五十万,后来又被灭口的赵永福。 小小。 为什么要见我? 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见你的。 是关于你姐姐无力的,你必须见我。 电话里说不方便,见了面你就会明白一切的。 地方可以你选。 好,晚上八点,不见不散。 小小,我和小雷都相信你。 不过你自己一定得努力。 小小。 我爱你。 那,. ,你怎么样? 那。 好多。 老柯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跟孙子生气了 老柯 我想问你个问题 问吧 问什么都行 只要你着信 我想问您 您为什么干一辈子警察 这下可真把我给问住了 我干了四十多年警察 不答应 disposit 是 师兄 谢谢 这么长时间谁还留那个呀 晓晓 好长时间不见你 你好像变多了 小梁 那个王菊干嘛去了 王菊回家了 回家了 林队你别着急 王菊说半个小时就回来 他回去浇花去了 好多天都没回去了 他怕花渴死 好好我明白了 我听说半个小时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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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萧萧 妈 这是妈妈 妈 妈 我什么都知道了 萧萧 妈妈相信你 妈 你去过电台吗 去连最后你证明 我没经过银行的录音 你已经抹掉了 萧萧 妈相信你 一直相信我破案那一天 因为你怎么会破案传言 你从来不破案传言 你从来不破案传言 过来 我们你从来不破案传言 来 小蕾,我們都知道你 小蕾,小蕾沒給咱們打電話 說明她一定很不順利 咱們祈禱明天吧 但願明天會真相大白 島上我已經走遍了 我已經走遍了 有兩處是大青瓜很有可能去的地方 如果人不多 那個地方還是可以藏身不被發現的 現在只能兵分兩路 我帶丁小蕾和栓子先去 第二批讓他們靠上去 那不行,萬一他們人多怎麼辦?太危險了 這個我已經反覆考慮了 也只能是這樣 如果他們人多,我不會貿然行動的 另外,我還有第二種方案 確保萬無一失吧 大青瓜是個暴力犯罪分 是個職業罪犯 也不能掉以輕心 還有 這件事情在行動之前 只有你我兩個人知道不能走路封手 志川 只要大青瓜出現 你必須給我拿回活口 這個我非常清楚 下子 你還要不到不政府 到底是誰 這是什麼 可怕 哪裏 多上 我沒有 我先吃 你先吃 你先吃 我先吃 你先吃 我先吃 你先吃 别告诉我的 不想了半天 什么也没想出来 可能是啊 干的时间长了 干惯了 也就有了感情了 瞧您这大实话说的 真叫我感到失望 怎么着 您也得说两句 光芒万丈的 好运状语呀 没辙 教育青少年 是我的弱项 老婆 你今天下午 在病房里 跟他们讲什么 那么激动呀 破案呗 破了一辈子 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没见过 随便给他们讲一个 准把他们给蒙倒 那今天晚上 您也跟我讲几个吧 那不行 不血压高 那是我骗您的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吴小姐 我想请你先把敌意放一放 等一会儿你就会明白 即使我和你一样 都是受害者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你姐姐 你姐姐无力 有个情人叫葛善本吧 你是谁 这个等一会儿我会告诉你 你先告诉我 我是不是没有说错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是葛善本的儿子 葛振海的情人 我没说错吧 你简直是无力取闹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姐姐无力 是葛善本故人暗害的 你知不知道 你到底是谁 葛振海同父同母 亦乃同胞的弟弟 你说什么 姐姐 你怎么来了 专子 见不着你 看真想 过来 让我看他边疯了 您看 您看 又夸张不是 咱这才几天没见边 我是哪吊行了 见风就着 嘴越来越皮 当初 喜欢我们警察的是你 现在喜欢我们 当警察不好的也是你 和这礼全都让你给炸了 怎么了你们 怪不得 像无一一之绝是嘴 老客 您给我评评这里 您说 咱刑警队有任务 就不是我不想歇 是吧 要不然这个生气 您说是不是有点不应该 那我妈买了那么多东西 白说累 跟谁说理去 我没说 是 我没说 我没说 她 我没说 这 我还没说 我没说 这是 你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